中国多姿多彩的面点文化 方德强 中国潮江春集团面点总厨 广东面点大师 我做一个很小的水果篮 我都做到出来的 你看我的手机怎么大 可能是天分 方德强1957年生于香港 12岁就进入了厨航 那时的香港 厨航中有个规矩 就是学徒不能随便动手 帮厨师烹饪 往往只有洗菜扫地洗碗的份 方德强就是在这种状态下 偷偷摸摸地开始了自己的面点生涯 方德强说 在广东面点这一行 超过40年的从业经验中 他一直没有停止过 各种点心面皮制作工艺的研究和改良 今天 他要向我们制作演示的潮州韭菜果 就是经由他精心改良过的 潮州韭菜果的馅料包括新鲜的韭菜 五花肉 菜斧 白萝卜 还有虾仁 我们先将韭菜切一粒粒 猪肉啊 杀仁啊 都切一粒粒 接下来 接下来 飞飞水 接下来 拿油 还有油锅 将猪肉 力气爆香它 加这个盐 糖 烤顶顶胡椒粉 要很快 刀刮它 所以 拿个锡持出来 停锡就可以了 韭菜果面皮的原料主要是粘米粉 外加少量薯粉和生粉 我们先要40度的水 温开这个浆 再用100度的水慢慢刷 刷到刚刚后了 它买了就可以了 如果太刀刷了 它就会很熟 做不了 所以这个要 好讲经验 接下来 搅拌时的经验把握 更让方德强 认为自豪 三分 录得太熟 它已经做不到 如果太熟就包不了 精工起来 也不会通透 你要录到它刚刚好 有70熟 30个熟 接着要把拌好的面团 揉搓成条 截段 擀成小薄圆片 然后放入量好的馅料包好 韭菜果呢 最主要就是 接纹的时间 觉得好不好 有一些 两三条纹的 是什么呢 如果越多纹就越漂亮了 包好的韭菜果放入蒸笼中 蒸煮约六分钟即可 这一份呢 煎出来呢 脆好 薯粉很滑的 三份有煎 所以这三个粉加起来呢 韭菜果特别不同 出笼之后的韭菜果 面皮透明如水晶一般 各种颜色的馅儿 隐隐从水晶皮中透出 令人食欲无穷 除了韭菜果 广东面点还有水晶包 虾饺 叉烧包 肠粉等等 这些美食 大多味道清淡鲜爽 同时又时时流露出 些许受西餐点心影响的痕迹 呈现出一股浓郁的南国风味 下班了 方德强像往常一样 坐地铁到罗湖口岸 返回香港的家 方德强说 他早就习惯了长年奔波在外 这一次在深圳工作 每天可以回家 已经很满足了 做事一定要敬意乐 每一样东西 你都要把它称号 你不要乱难 可能是我的忠实 乐天 哀命 而又勤勉务实 这种岭南地区固有的人文气质 与广东面典清淡本色的特点 是如此契合 或许正是由于地理 气候及物产条件的极大差异 中国的面典文化